對高中生來說 未來的政治大學頭奏到底是什麼樣的或是環境 歡迎高中的學生 在之前就特別告代與大學來參訪 欣賞這個疫苗文化贏 看看這個演藝學生是用什麼樣的方式來表演演藝的衛生 Shut up! Why don't you? You shut up! 台學生運用這個演藝在台上表演這位教 這次表演就要讓前來參訪的高中生興奮 另外也要讓文興高中學生了解台學教學的方式和高中有什麼差別 讓蘇星可以進行很多交流 就是表演的時候要講話講大聲一點 然後也讓我認識到大學跟高中的差別 對 你覺得最大的差一點嗎 就是大學 教室比較寬 然後上課的方式也比較不一樣 沒有全部都是自私的教學 就是老師在上面講 學生在下面聽 會有比較多的互動 音樂是國際醫院 音樂學到好到這個世界各國就能很順利 還以後 議長 理事節就表演 音樂就像是一倍在收視 透過這次活動 將這比亞公演的這個學校跟文興各種學生分享 並且生前台學的社會就真 我們是英語系的同學 接待文興高中 順便我們把我們過去所學的 以畢業公演 戲劇的畢業公演的形式 把它給這個呈現出來 所以今天的主題就是 屬於我們英語系的藝術文化 大家知道說 英語是一個國際的語言 有了英語以後 我們這邊有一個話說 就是說你有學到多少的這個英語 學到多少的語言 那你就可以走到世界多少的一個地方 很多各種教育都是由這個社長安排的課表 讓這學生認真學生 學生的學生往往比較多的時候 有什麼就接受什麼 這次自治大學生提案 讓這各種心了解 大學生的學生需要經過主動 教學的活動也比較多 中西新聞 口數完 戴川博德